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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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今天在市集那裡見到我真的是你 你為何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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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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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薯姑娘接你一模一樣的 之前薯姑娘她很有心思救我怎麼接 雖然自己沒記性 轉頭又不結得了 忘記不要緊的 待會兒我再教你 阿聰,你真是好心 我那個孫子認識了你這個老友 真是幸運 阿聰哥,你再可以生性了 被人家抓去儲金 孫婆婆 阿聰哥,你不用這麼擔心 阿聰也是坐三、四年而已 如果行為良好的 很快就放出來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把他放出來 你放心 只要你聽聽話的話 每天到公園逛逛逛逛逛 喝飲食,包你長命百歲 何姑娘也是這樣跟我說 這個橙很甜 阿聰你每次來和何姑娘一樣 一定要帶點生果來 下次我要介紹你和何姑娘吃才行 何姑娘她生得很漂亮,心底也好 我…是的,我現在醒來 何姑娘今早早前 她就寫了一個字條給你 何姑娘跟你說什麼 是不是約你去街上? 不是,她提醒我 她叫我不要讓你吃臘腸、臘肉 那些粵製品 說你有糖尿病,不應該給我吃那些東西 是啊,她也這樣提過我 阿聰,你寫什麼? 是不是約何姑娘去街上? 不是,我感謝她提點 我叫她教你接些容易接的摺紙 看你容易記得 聰哥,你的孫婆婆接的青蛙很可愛 讓我聰哥,不敢多了 跟孫婆婆叫我聰就行了 還有何姑娘接的青蛙很可愛 叫何姑娘接的青蛙很可愛 叫何姑娘太客氣了 叫何姑娘就行了 謝謝,孫婆婆的冷心 沒了幾粒樓,我不懂針 暫時不可以吃太多三萬的 相適如你聰哥 聰哥,冷心的樓已經釘好了 小姑娘 小姑娘 阿聰,你怎麼這麼晚才來 你大早點坐就好了 她何姑娘就在這裡 她剛才走,你這裡就來了 不要緊,有緣分一定見到面 我也認不住你今天會上禮 所以何姑娘來,我就罵她多坐一會 她已經坐了一整個小時 她待會兒又要趕著回醫院去東籍 她不走就不行 她那邊走,你那邊就來了 我去倒杯茶給你 孫婆婆,不用你了,我自己來就行了 你先拿著我的袋子 何姑娘留下的飯盒 她剛才趕著上班,不小心留下 這是何姑娘的飯盒 她今天晚上沒東西吃了,她餓了 謝謝你,我去找你的同事叫做何靜蘭 那個就是何姑娘 吃得很甜的,那個就是何姑娘 柔個車,沒事吧? 不是 姑娘…那大路就是單車重清頭 流多血 快去二號房 姑娘…我走會有沒有事 你放心,女生會馬上幫她搶救 你先出去登記吧 糟了,我兒子很怕痛的 你不用擔心, 我們會替她打肢痛針 你登記完過來以後就行了 那好吧, 謝謝… 怎麼樣?終於打完獎了嗎? 是呀, 終於可以治療肚子了 是呀, 差點忘記了 那裡有一位先生等了你很久了 要聰哥, 你親自拿個飯盒來給我 真不好意思 我在字條提過的 叫你不要叫我聰哥 對了, 你等了我多久? 不是很久, 兩小時左右 兩小時?你怎麼不走過來叫我? 我看你在醫院裡很忙 反正我沒事做, 等一會沒所謂 好了, 我的責任完成 我先走了, 再見 怎麼回事? 沒有, 下個星期孫婆婆生日 我打算跟她慶祝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你也來吧 多一個熱鬧一點, 孫婆婆也開心一點 我工作不定時的, 不知道有沒有時間 到時候再算吧 那好吧, 到時候再算 那我不妨礙你了, 再見 再見 我 我還以為你今天要開工, 無法離開 誰知道你最後都趕到力 還懂得買低糖蛋糕給孫婆婆 謝謝你 你跟我說過嘛 孫婆婆有糖尿病, 不可以吃甜食 聰哥, 你也挺好記性的 最糟糕你沒有記性的 為甚麼這麼說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別叫我聰哥, 好嗎 我不理大你很多 好嗎?那你想我叫你甚麼 如果你叫我包先生 又好像很生愛 叫老包又好像很老 也不知道該怎麼叫 好, 好像是叫聰哥好聽一點吧 怕了你, 你喜歡叫甚麼就叫甚麼 其實坦白說 我很久沒見孫婆婆那麼開心 她剛才吃蛋糕的時候 簡直笑得見牙不見眼 那有沒有假牙也吞了 好, 好像是說 我的臉髒了嗎 沒有 其實你在急症室做事這麼忙 下班又要做義工 又要幫公公婆婆 你不累嗎 其實也累的 不過在醫院做了這麼多年 看到很多公公婆婆 她們都很可憐 很需要別人的關心和照顧 所以我希望 如果我有時間的話 可以為她們做一點點事 如果這個世界上 多幾個你這麼好的人 那就好了 其實聰哥, 你不是一樣 孫婆婆經常在我面前賺你嗎 我哪有給你 我時間不固定 我不可以時刻不探望她 對了, 聰哥, 你做甚麼? 開車送貨, 經常通訊號 時間不固定 那就是下次 又不知何時才能見到你 有緣分, 一定見面的 不如這樣, 我寫我的電話號碼給你 那…萬一孫婆婆有什麼 你也可以叫我, 好嗎 其實你可以隨時的… 等一下, 車到了 司機, 等等 那好吧, 再見 在那邊, 天啊 我簡訊話 移交响 貴情 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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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進來吧 媽, 什麼事? 你房間經常開暖氣, 很乾燥 我就拿一盆水給你 有一盆水在這裡就沒那麼乾 睡得睡得舒服一點 不要那麼晚睡, 對身體不好 楊楊, 什麼事? 我剛剛才知道我的好朋友藍藍 出了意外, 到現在還生死未報 藍藍? 是否你中學的時候 和你一起參加歌唱比賽 那個乖乖女兒? 她出了什麼事? 半年前, 她和男朋友來武當山玩 誰知道在太極湖上出了意外 她跌下湖, 到現在也找不回 這麼乖女兒, 怎麼會這樣呢? 生死有明 楊楊, 你別這麼難過 但我覺得自己很對不起她 你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我覺得她對我比我對她好 一直以來, 無論發生什麼事 她都會主動去關心我 她發生什麼事都會跟我分享 但我從來都沒有珍惜過 我只顧著賺錢 媽媽, 你看看 裡面的通訊息全部是她送給我的 但是我每次只回到她一句半句 枉她還當我最好的朋友 人和人相處就是這樣 有些就走得快點 有些就走得慢點 怎麼可能步伐一致呢? 如果可以重新來武 我一定會對楠楠再好一點 傻女兒, 你以為打遊戲嗎? 怎麼可能有機會重新來武 最重要是珍惜眼前人和事 她是你的好朋友 她也不想見你現在這麼難過 對了, 媽媽 媽媽, 為什麼那個包繼聰 用來武當山做火頭? 你怎麼知道我是火頭的名字? 其實她就是楠楠的男朋友 剛才我在廚房見到她 是她跟我說楠楠出事 她是男朋友? 媽媽, 其實你知不知道包繼聰的底細? 我當然知道, 我認識了她三十年 認識了這麼久? 那時候你外公開武館 我跟著你外公去孤兒如愛 都教小孩子打工夫 當時阿聰大概十歲左右 他一見到我就叫我大師姐 後來你外公身體不好 就沒有去再教 我暫時就跟我聰室去聯絡 原來她是孤兒禮嗎? 大半年前她上來武當山 跟我說她女朋友遇到意外 過了身, 要留下來醫治情傷 我發覺跟她再見面 都是一種緣分 所以我就被她留下來在蕭瑤居 那為什麼會做到這裡的火頭? 這麼巧, 我們的火頭要退休 那阿聰就自告憤勇, 說幫我忙 那我就讓她做了 有些世藝好一點, 要不然就亂想 那就是說, 她在香港二十幾年 做過什麼你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藍藍和你這麼好的朋友 你不知道嗎? 我也不太清楚 我只知道她在香港駕車賺食 怎麼說也好, 以我們道家說法 生死只是一種變化 死也未必是結束 可能是新的開始 生死只是一種循環 藍藥, 不要想太多 好好睡一覺, 可能明天一起床 你有一個新的體驗嗎? 媽媽, 你早點休息 你早點休息 乖, 咪咪, 快點吃吧 姐姐最近很忙, 很晚才會下班 所以不可以每天都來看你 吃得更好, 知道嗎 不過不怕吧 雖然你媽媽不照顧你 但是Ocean姐姐 盡量會抽時間來看你 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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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五移民都不是女街坊 你還說 讓我把小姐麻煩 別撞死你 壞蛋 全哥, 不如先看看 這份基金真的很適合你 只要供滿十年 就可以拿回十五萬元的現金 現在息口高, 比把錢放在銀行更好 十五萬?真的不是, 你沒有騙我 我們大家是同行, 我怎麼會騙你 別說…我們一邊喝一邊說, 乾杯 不是呀, 全哥, 我不能喝 再喝就沒有醉 怎麼會醉?你現在是銷售 怎麼可能不用喝酒 你現在叫我全哥 我現在要鍛鍊你的酒量 你給我喝完, 我馬上跟你聊 來… 八幡哥 八幡哥 什麼風聲你來?你先坐一會 我一會兒過來跟你吹水 全哥 我公司現在還免手續費 所以現在買是最划算的 考慮一下, 你還沒喝, 來… 不是, 全哥, 你聽我說 況且我再喝不行了, 我真是醉了 你是不是這麼傻氣 我也有誠意聽你說 別說了, 你有沒有誠意跟我喝 那我怎麼光顧你呢? 我喝完這杯… 來, 當然是嘛, 來… 乾杯… 來, 試一個 你叫壞人, 你成人之藝嗎? 你說什麼? 我說什麼?你身知肚明吧 你對我做過什麼? 我做過什麼你不知道嗎? 剛才你喊得很大聲的 我…我醉了, 我怎麼知道 你一邊幹什麼?你洗澡嗎? 我沒有洗澡, 我洗衣服而已 剛才吐得一整身都是 不能喝就別喝了 真的什麼都沒發生過? 你很想我做什麼? 你喝得一塊糞便嘛 我對死意就沒興趣了 不過這樣, 你現在醒來呢? 我可以考慮一下 你說什麼?小子, 你說什麼? 你打算佔我便宜嗎? 要佔你便宜就一罪佔了 好人當賊 你是好人?騙鬼嗎? 可不是, 第一次見客 銷售東西就銷售不到 還被人灌醉, 你真是收家 你已經收家了? 你那些男人哥哥賤格 那個阿全是我小學同學 你怎麼說的?以前多乖乖 有名字叫乖乖傳 最糟糕他現在有名字叫雞精傳 他以前跟我做的 幸好遇到我, 不然你拿也沒有 好, 那你負責人 我什麼都沒搞過負什麼責任 什麼沒搞過?阿全以前跟你的 你搞得他變成這樣, 你沒有負責任 是嗎?我告訴你 原本他要幫我買一塊基金 你現在弄得我的生意還不值 你幫我買, 你負責任 你姓賴嗎? 什麼? 開門, 警察查牌 警察?查什麼牌? 什麼查?有沒有人在這裡買淫 你當我是什麼? 我沒當過你是惹 最重要是外面的警察當你是什麼 我是正當女生 現在我和你在這間房間 我不想被人查牌 是嗎? 警察, 開門 怎麼樣… 現在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是假裝做我的女兒 男女之間兩情相遇 一起開房間嘟嘟, 多好 我嘟你的頭, 你是想的嗎? 第二, 應收我的錢和我上床 你瘋了嗎? 自行客的錢床 阿Sir、Madam 怎麼這麼久才開門? 不好意思, 我們要穿衣服 我女兒怕醜的 是嗎? 是呀, 我男朋友 我女兒 我女兒 大… 大拉手掣, 揹一揹 這是什麼? 是標誌的, 大拉 是A40, 麻煩 補習天王小姐 請問你找誰 我找你們大哥 大哥, 這裡最大 你找我嗎? 對, 我在這裡 我找爆雞, 爆雞聰 爆雞哥 爆雞哥嗎? 對 我看到嗎? 我看到, 英雞灑灑的 我看到 英雞灑灑的 我看到 在這裡 會變得快 紅色 沒有, 感傷 我聽到 你不是說 你不是說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 你不是說 我不是說 你不是說 我們說 你不是說 我不是說 你不是說 我把你捅了 我把你捅了 小王 啊 啊 太好了, 太好了, 你真是仇恨 包雞, 你好人 這次我輸得口服心服 下次我找個敬人再跟你練過 謝謝老闆… 再見… 走 好, 當然不送, 再見 智琳, 阿Vill 你這麼早就來紅番區, 轉行嗎? 上次, 你答應過我什麼? 答應過兄弟的事, 一定記得 答應女人很難說 怎麼搞的?你說會幫我買基金 合約我已經弄好了, 欠你的簽名 打結你的電話又不回覆 我剛才聽到老闆說 你會在那裡捏車, 就過來找你 我們走吧 走去哪兒, 你想走嗎? 別殺給人家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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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被撕掉了, 你怎麼樣? 你這個壞蛋, 我見到你也不是好事嗎? 你不要回港嗎?我每次見到你 你幾乎糟了 你騙我 怎麼這麼多血? 你怎麼了? 我不是剛才保護你的事, 還有很多嗎? 不是吧?我怎麼樣? 你會不會死在這裡? 我沒事, 你一刀應該不好心 沒事, 你先走吧 不行…我不能把你扔掉 我沒事了 一會兒趁家回來, 我保護不了你 我不可以的, 沒義氣的 你不要死, 你撐住 那我背你, 我背你去醫院 我霸了你, 你別背我了 被人拯露我激光 被女兒背著她穿草 我還用出來走? 這血不是我的, 沒事的 你騙我嗎? 現在好玩什麼? 壞人 就這樣就走了 不走幹什麼? 你有份基金, 你要我買的 我看這份人挺有義氣 電故也不會霸點我 不斷地替你買一份 不夠的, 我霸點兄弟多買幾份 抱怨你 橫看, 怎麼看都是個小狗 好兒子, 有沒有這麼心情? 就你沒有當生醫情傷 如果你另有目的 我一定會揭穿你 Hanker, 不如休息一會 慢慢走回去 好啊 希望今天可以學一些新的東西 我們每天站裝, 很沉悶 每天都三個時間 還在重複工作 這麼辛苦上來武當山 就是想學武當功夫 話說回來, Kengo 你已經很能打 為什麼還要來武當山學功夫? 你怎麼知道我能打 上次在火車站 看你打那兩個壞人不知道你能打 之後我還上網搜尋過 原來你這幾年贏了這麼多搏擊比賽的大獎 你還沒贏夠嗎? 為什麼還要走來學武當功夫? 你真的打算打拼天下無敵手? 你有沒有聽過一句說話叫做學武此景? 就是說你學完武當功夫 又會去學少林功夫? 如果有時間, 我也想去見識一下 佩服佩服, 失敬… Kengo, 你果然是武林高手吧? 那你呢? 如果我沒猜錯 你根本沒想過上來武當山, 是嗎? 你又知道 你那天是剛巧在火車站碰到我 而聽到我說來武當山 你才跟著來而已 是嗎? 又會這麼巧? 我還是去武當山 其實我去哪裡都無所謂 你是不是離家出走了? 你家人知道你來了這裡嗎? 你一個小女孩到處走 你媽媽不擔心你嗎? 我媽媽…她很忙 你怎麼會擔心我? 那我一定知道 你一定是問題少女 那你呢? 你自己一個人上來武當山 你的家人不擔心你嗎? 我是大人 我有自己的話事權 我出去哪裡就去哪裡 我當然是大人 我過了十八歲 拿了成人身分證 自己喜歡去哪裡就去哪裡 有自己的自由 師兄, 聽說咱們武當山上 開了一間什麼分校 接受那些從香港來的學生 我還以為有什麼了不起的 原來只是躲在一起混混的野雞學生而已 那有什麼奇怪 野雞學校出的當然是野雞學生了 你說誰? 當然是說你們倆啦 不難管你走到這裡偷偷摸摸 也不怕人家笑話 小師妹 要不要咱們教你幾招防狼的功夫 來對付你身邊的大色狼呀 你還說嗎? 杰哥…算了, 我們還是走吧 不要給他們 賢少爺, 時間到了 賢少爺 你問大少爺還沒起來嗎? 懂得自己起來就不叫大少爺 各極門也不起來 不知道是不是死了 賢少爺 但其他人都在練習場上做早操 差你們兩個而已 你跟師父說我們會遲一點 好吧, 那你自己搞定了 謝謝 謝謝 站起來 怎麼搞的 起來, 外面全部人在等你 幹什麼?就不可以讓他們等 起來吧, 我不想你被人笑 笑就不可以讓他們笑 關了什麼事嗎? 馬上跟我起來擦洗臉 不起來, 昨天站了一整天 弄得腰瘍瘍瘍瘍 對腿瘍瘍瘍瘍得媽媽也不認得 我今天怎樣睡一會了 你走吧, 你不要吵我 你不要在這裡發起小孩子的脾氣 好嗎?你看到你上來之前 答應過羅太太什麼? 你不要煩我了 還有這麼久 我怕我會死在武當山 好, 那我幫你收拾 你去找你 你怎麼搞的? 我幫你收拾行李 我沒想到你連連修律也不如 人家在來演, 都在外面練習 我沒有演, 都可以有情緒吧 其實你學不學武當功夫 對我來說也沒什麼所謂 我大可以幫你印假證書 跟羅太太交道 我只不過不想你被人笑 被人看不起 誰敢笑我, 誰敢看不起我 你現在連起床都不肯起床 你覺得外面沒人笑你嗎? 很煩, 好… 不過要我去身也行 讓我先寫一口 好, 來吧 不應該這麼順患 你有什麼陰謀? 趕快給我起床擦牙洗臉 我在外面等你 站住 好, 你剛才說真的嗎? 你真的肯讓我疼嗎? 每個人每件事對我來說 只不過是價錢高或者價錢低 如果我覺得價錢合理的話 別說說疼一口 什麼都行 你說真的嗎? 那你自己是什麼價錢? 不同項目有不同的價錢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的話 我做好一個價目表再給你看 還有, 麻煩你擦眼 你剛才問我一個價目表 有想看看行不行? 還沒得住 為什麼還沒得住? 更新 無緣無故?什麼新 一, 跟上今年的通脹 二, 加些業務費 都合理 你業務費什麼? 大小蟹… 蟹… 我給我看 早安 師父, 早安… 大家的站莊完這麼多天 是不是覺得有點悶? 是你說的 我今天準備教大家一些新的東西 終於來了 我要教大家是武當呼吸法 不是吧?呼吸也要學嗎? 是, 人都會呼吸, 要教的嗎? 我教大家… 不是, 才要學呼吸 而是配合我們武當功夫的呼吸 武當功夫聲, 好好耶 武當功夫勁, 是好勁 我是武掌, 武掌, 他是武斗, 武斗 最厲害的太極拳, 太極拳 還有八卦將, 八卦將 夠了, 我受夠了 有什麼厲害的, 武當功夫加唱歌 天少爺, 要不要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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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年電視台的籌款表演 我也是太極拳 麻煩你五、六、七、八 武當功夫升是好勁 武當功夫好勁, 好勁 我叫欣少, 蛋白癡 還有高保鏢 別叮得反, 我… 你撒 天少爺, 怎麼樣? 沒事, 我只是彈上頸, 帶走 大家不要以為呼吸好像很簡單 如果運氣運得不好 就像天少爺說, 不可以邊打邊唱 我們太極拳最注重的就是氣 正所謂氣聚則生 氣亡則死, 太極拳出拳之前 要吸氣運行, 呼吸同時出拳 如果呼吸不了, 你多好打也沒用 媽, 如果練好如何運用氣 遲些就可以轉型進化歌手 你何必說?你討價還價一陣 氣好一點就贏面也高一點 師父, 我們今天只學這些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學? 有, 但這件事你們都要學很久 那我們就要練不上很多功夫 還沒學走, 先學走 大家用心去學, 慢慢來 知道… 知道, 師父 King哥, 快要吃飯了, 你還去哪裡? 我知道啦 我沒有胃口, 不想吃 快 一滴心脏我正好给谋刀功夫了嘛 你是谁 原来是你 想不到你这野鸡同学 竟然胆敢到咱们这里偷诗 你说什么 偷什么偷 我诗刚好经过才看看 这里不欢迎你 你还得滚回你的野鸡分校去 你敢动手 动就动 好 strong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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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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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武当子弟 有什么误会解释清楚就好了 为什么要动起手啊 师叔教训的是 还不回去练功 师叔 回去练功 家哥, 你令我很失望 Mia来找我, 把你的话都告诉我 怕你去政校搞事, 我不信 师叔, 我出手就是我不对 但是他们叫我什么野鸡 学校又对吗 名字一来就由他去叫 师叔, 你挺好笑 你别怪我有一句话说一句 我一直以为你不肯教我武当功夫 就是你没了解, 你不懂功夫 但是我刚才看到你出手 你是有真功夫的, 为什么不肯教我 师叔跟你说过很多次 凡事要按步就不 尤其是杂母, 最重要是练好基本功 基本功… 我不想再浪费时间在基本功上 武当功夫, 尤其是太极拳 着重心平气和, 以静制动 家哥, 如果你越是朝急 就会令自己心浮气躁 距离武当功夫的理念就更加远 你明白吗?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这么多道理 我只知道我学武当功夫 就是为了将来可以打赢我的对手 对啊, 人人都想赢, 没人想输 你有没有想过对最后赢的人多 还是输的人多呢? 人生不足, 你赢过一次就想赢第二次 还希望一直赢下去 但事实一山为我一山高 最终你也有输过一天 输了, 输了怎么办? 会怎么办?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习武的目的 可能未必为了想赢 反而是怎么面对他输呢? 师父说话, 你现在未必能消化 不过, 只要你肯相信师父 三个月后你学有所成 到时你自然就会明白了 这么多学员之中 加上你是最有实力 最想学功夫的一个 你千万不要让师父我失望 知道, 师父 其实我不介意由基本功学起 但我希望师父可以尽快教我武当功夫 师父, 我的时间不是剩下很多 那好吧, 只要你过了 师父我给你的试炼 师父我就立刻教你武当功夫 这个试炼很简单 只要你一拳打穿水面 一拳打到水底 那你又可以过关了 师父, 你说笑而已 一盆水打穿水面有多难 有些事情看起来就轻而易举 但是做起来有多艰难 试试吧 为什么会这样的 你不是一盆水 加上粟粉怎么会打不穿呢 那要检讨一下 你出拳的力度有问题 慢慢的事 成功了就来找师父 祝你好运 再来, 一盆水 乖乖頭頭, 蕃薯 我叫蕃薯 Ocean姐姐就是師父的女兒 你不可以這樣做 叫她偷我的蕃薯嗎? 對不起, 上次我真的不小心吃了 對不起 師父說不問自取, 視為賊也 你有沒有問過我拿人的東西吃 生氣你了 蕃薯 Ocean姐姐, 不好意思, 你別怪她 她這裡有一點問題, 好嗎? 不要緊, 你去哪裡? 師父叫我們上山摘些草藥 他說山上濕氣重 想煮許濕茶給你喝 他應該知道我一向都不喝這種東西 師父剛才還特意沖了一壺 拿去你的房間給你喝 你去我的房間? 阿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